妇女士认为这套房子既然是结婚的条件 又是在婚后完成的过妇手续 那么理所应当应该是夫妻共有 可是吴先生却一口咬定 父亲的本意就是赠予他一人所有 与妻子妇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套房子的纠纷还未妥善解决 妇女士竟然从街坊的口中得知 另一套丈夫单位分配的房子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要拆迁了 第二套房就是单位的分的那个平民房嘛 别人说小副你家的房子拆迁了 拆了多少钱你家里赔了好多房子啊 啊 我说赔了房子 我说在什么地方啊 你不知道啊 他说我们都去签字了的 我说我真不知道了 在什么地方赔了多少钱 他说你回来问你老公子啊 我说我回来问他嘛 他不说嘛 他说跟你半毛钱关系了没有 他说是我婚前的财产 那是房改房 因为我们的单位是这样的 房子是92年分的我的房子 知道吗 我们两个扯皮的 因为我们今年3月份在法院去一趟 单位已经缺证名 总和张子已经拿到法院去一趟 因为进了法院的档案库来 92年这个房子就属于你的 对 你们没有在里面居住过是吧 因为那时候我父亲他们一直 他们居住在 因为当时我在藏着药的房子 也就是说在他跟你结婚之前 这个房子就已经有了 对对对 他说那个房子是92年的对不对 现在打电话直接问弟媳妇 他的弟媳妇不是我的弟媳妇 究竟那个房子是92年 还是99年分的房子 可以问了蛮简单的 你这样吧 直接打电话问上 到这里来了 真实一点 你听我讲 全国人会看到 如果自己叫一个 叫教练的房子 那个房子 我一分点不要偷在这里 查了 如果叫个电房子 打你兄弟电话上 打弟媳妇 打你弟媳妇电话上 蛮简单的 我是几月30号结了婚 他说那个房子是99 我今天问到我弟媳妇的是 99年好像是12月份 是元月份 99年12月份才分下来 是这意思吗 对对 之前都没有的 对没有 所以你认为 这仍然是你们婚后的 对 99年你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99年我们结婚了 99年10月30号 马上30号就是 他不是说2000年结的婚 你听我讲 那是拿针的时候 领针的时候 是7月份的领针证 结婚的是 是99年10月30号结的婚 那个房子 去年到现在分了 到现在我不知道 分到哪个地方 钱分了多少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要讨个说法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这个事情 给解决不了的话 那我们就法院见吧 因为这个关键时间点起的争议 吴先生离场了 他让妻子直接提条件 直接离婚 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 吴先生的情绪渐渐停赋了 你说我不查你这 我说你也不查这 说 回到调解现场的 吴先生告诉大家 这套房子 在去年就开始拆迁了 他认为 自己完全可以 独自处置这套房产 可是没想到 他的主张 却遭到了 妻子的强烈反对 房子赔的钱 就是跟姑娘买一套房散了 她是不同意 不同意后来 她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管我的姑娘 这要管她的儿子 如果要给女儿 就得给儿子 她就是跟我来的 行闹嘛 她是说了 她走了一套 根本都不是那一回事 还没有拆迁的时候 叫她我的继媳妇 我舅舅妈 从这来调和了一下 比方说分 拆迁款60万的话 三个人平半分 她的女儿 我的儿子 加班说我现在的儿子 就是三个人分 一人分20万 比方说60万的话 那个房子的名额 还是给她我的姑娘买 按道理的话 她无家两个子女 还分得多些 我的儿子只有20万 她的姑娘得个指标 是不是 后来这协议签字都签了 什么都搞好了 过了三天 那个协议放到我的床的柜上面 不见了 那个都已经不见了 我小孩要变的 他从头到尾 就是不想给我儿子一分钱 协议后来 我说要公正 他也不公正 你我这个房子 就卖了别人 别人跟你扯皮 滑不来 所以你觉得 还是不按那个协议执行 他说公正 从来没有 我跟人说公正的话 从来没有说过 我可以拿儿子去 来抖发誓 关于拿牧师去 抖着可以 到这个地方来了 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 因为他的舅舅说 这封得很公平合理 包括他的弟媳妇 都说分得很公平合理 但你觉得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 他现在还反而说 说我公正的说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公正 当时如果说要公正的话 我绝对会公正 因为他答应了 说给我儿子 对你 不管给都给啥 我肯定绝对去公正 前前后后说就说来 他不愿意给我儿子 他钱款下来了 不是 他就把那个钱 直接拿了 跟他姑娘买房子了 没有分 没有分啊 就不让我知道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现在问 好 因为他到底都问 他不需要我告诉 因为他 你有主动告诉他 跟他商量吗 我没告诉他 因为告诉他 因为他又行的舞蹈 蛮累的